宇宙 家裡活躍的情況是當年經常有管理員和警察上投訴 我家裡已經鋪了口箭是兩層 其實是有哪一邊都會戒上去 盡量不讓它接觸到地上 她是動到 可能別人會覺得 為何你不可以停下 十歲的寶儀 是一位有專注力不足 和過度活躍症的小朋友 媽媽明明由淚淚出生開始 就一直面對著很多不同的挑戰 一有了她之後 就開始做小餐 我其實是睡了十個月 真的足足十個月 因為一起來又見紅 之後知道她 她不掉頭了 要選擇要開刀 要早一個月拿她出來 但醫生一早跟我說 如果你早一個月 可能心肺功能不太好 可能需要訓傷 直到她出來之後 我想應該睡了差不多兩個多月 她才回家 以為很平安地度過 到回K1 老師突然有一天 就約我 問我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小儀陽簡症呢 她就跟我說 我懷疑寶儀可能有這個症 那一刻就覺得 好像晴天霹靂 為何又是我的 為何又是女兒 是否我做錯了很多事 搞得她那麼不健康 最初我覺得好像很黑暗 但當我一去到醫院 我看到其他小朋友之後 我就覺得 原來我是很幸運的 那一刻我就覺得 其實我女兒的語別不同 其實也不是那麼差 我開始放開了 吃藥而已 又不是要做大手術 那就吃藥了 控制得到的 好過控制不到 然後上到小學 又被老師召見了 就幫我申請了 要去健康處做一個評估 就評估了她 過度活躍嚴重 專注力不忠嚴重 還有有認毒障礙 我覺得 又不是去到很大病痛 那些 好吧 又接受吧 繼續走下去吧 明明最初都花了不少時間 陪寶儀讀書 嘗試讓她可以學習得好些 那我就跟公司請假 停身留職 我速速陪了她兩個月 陪她讀書 不如認字 打開第一頁 讀了第一行 然後她就 媽媽你給我 她就拿了半書 她就 蓋起來 讀完 她就給我 然後就令大家 很不開心 她又不開心 她看著我又想哭 但是 我覺得她又不是全部 專注力不足 她不喜歡那些東西 她不是專注力不足 但是當她找到她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她可以很專注 明明於是被寶儀 試一下參加一些動態的活動 讓她放下電 她們試過學芭蕾舞 Hip Hop 功夫 不過每次寶儀都說不喜歡 直至 機緣巧合之下 我就 找了個普及體操 她一去到 好像發了光 因為可能要不停跳 別人叫她試圖 都未叫她上 她就已經跑了 玩得很開心 機緣巧合之下 就上了這個圖 玩體操 我發現到她 例如之前的東西 她玩十分鐘 十五分鐘 最多 但是玩體操 可能要上一個半小時 或者甚至兩個小時 她是從來沒有抱遠過 而且我看到她每次上課 她是笑的 我好像找中了一件事給她 就繼續給她發展 因為體操 亦令明明和寶儀 修補了曾經破裂的親子關係 自信是很差的 因為她其實 基本上其實沒有一科合格 但是沒有辦法她認不到 我不會說很吹谷 或者要逼她 你一定要和我認到這個字回來 你一定要和我考到 四十分合格 或者五十分合格回來 我才可以放過你 其實這樣大家的關係很差 曾經有試過 當我走這段路的時候 我和她的關係是差到 然後回到家 她又不理會 沒有話說 因為她覺得 媽媽一回來 可能叫我 你可不可以寫兩個字給我看看 她就 所謂的不是很騷 好像 大家這樣為了些甚麼 我就覺得 不如試試不要走這條路 其實我覺得 玩了體操之後 是令到我和她的關係變好 因為我真的 全心全意去支持她做這件事 你問我怎樣支持 其實我沒有做些甚麼 只是我每一次 我會陪伴她 我會上來看著她 她有弄傷 或者她要出來 可能遮瑕你 媽媽在 我不知道這些算不算是陪伴 但我會覺得她很開心 寶儀現在是香港技巧體操隊成員 早前還和隊友在全國技巧半軍賽 獲得全能第一名 在體操場上 寶儀綻綻放著耀眼的光芒 有希望做到那個動作 我就想著會獲得第一 最後也獲得第一 在這段路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沒有選錯 她找到她自己的自尊心 她找到她自己的亮點 因為我覺得 每個小朋友的生長 成長階段都不同 你不可能把統一的 放在自己的小朋友身上 或者其實現在我說的 都未必適用於你的小朋友身上 還有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 但是她們可以選擇 自己一條開心的路 我覺得是很值得 有她的時候 我們只是想著 最重要是寶寶健健康康出生 沒什麼事就OK 那我們不如想回 她現在很開心 很快樂地成長 而且很健康 其實我已經覺得很足夠